好 chapter 2 最後一個部分 part 4 我們要講的是 剛剛 section 6 我們會舉一些 example section 6 有關 motion with constant acceleration 那 section 7 是 free foreign object 是自由落體 好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應用 剛剛所 算出來等加速度的 運動的這個方程式 譬如說有一個example 他說 you start to break 就是你開始怎樣去踩煞車 brake your car 開著車然後踩煞車 from a speed of 106 to 72 km per hour 就是從一個速度是108 108公里 到達 就是下降到達時速72 公里每小時 然後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那時候 踩煞車 when spotting a police car 你看到那個 那個警車 然後the travel distance is 100m 就是你踩煞車這段時間 它的這個距離 車子跑了100公尺 Assume that the car is in constant acceleration 那剛好就是這個section 在怎樣 在講的一個問題 就是等加速度運動 Please calculate its acceleration and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decrease in speed 就是叫我們算一下 它的加速度多少 還有就是這段距離 到底車子花了多少時間 到底車子走多少時間 好所以一開始當然就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單位轉換 因為 它最後告訴你說是公時 所以我們就都轉換成這個 Si標準單位 所以把108公里每小時 轉換一下換成 30公時每秒 這是初始速度 然後後來速度呢也轉換了 後來速度變成20公時每秒 然後再來我們有了什麼 有了VI 有了VF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S或者寫Δx 或者是S 或者是S 實際上它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100公尺 有這三個 這個 已知的這個條件 那我們去檢視一下 我們之前所學的這個 等加速度運動的三個等式 就發現到什麼 發現到這個 V平方等於V0平方 加上2S 這個等式是怎樣 最適合的 所以我們就 把它拿來使用 所以pick up the right equation Vfinal平方等於V0平方加2S Vfinal就是20的平方就是400 然後Vinitual就是30的平方就是900 然後再來加2A S就是100公尺 所以加速度馬上可以算出來 是-2.5公尺每秒每秒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就是它要問時間 那時間的話 你已經知道加速度 那你就可以講 就有一個式子是速度變化量 跟加速度跟時間的關係 就是V1等於V0 加上AT 所以你選擇了正確的式子以後 把它帶進去 Final Speed是20 然後Initial Speed是30 然後它的加速度是-2.5乘上T 所以馬上算出來 它所經過的時間剛好是4秒 好,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example 那這個example裡面就有一些 計算的一個技巧 就是所謂的這個 因為它數值大小差很多 那以數量值的概念 有些數值就可以不用計算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題目是什麼 它說假設有一個電子 就是給壓力的螢幕 按摩 這個Cathlet tube就是 老舊的那個電視機 電視機它裡面有一個 音極射限 它在音極射線裡面 它會有一個電場去調整電子的上下偏移的方向或角度 這是 television set 電視機 在裡面的音極射線 電子移動 inter is a region in which it accelerates 就是它經過電廠的區域 然後 accelerates uniformly in a straight line 它做一個加速度 那這時候它是把電子 從3乘以10的四十萬公尺每秒 增加到5乘以10的六十萬公尺每秒 速度增加 但是有趣的是它增加了快100倍 那因為這快100倍 所以你後面有些計算可以簡化 然後再來就是它所走的距離是2公分 那一樣它就給了你這個 v initial v final 它還有什麼 還有它給了你它走的距離s 或者是說delta x 那所以呢你就可以選擇正確的這個等式 但是我們先把這個 它所有的單位弄成一致 譬如說initial是3乘以10的四次方公尺每秒 final的velocity是5乘以10的六次方公尺每秒 然後再來我們把這個最重要的是它的移動的距離 它在這兩個速度之間它移動了0.02公尺 然後接下來就去選擇正確的這個等式 vf平方等於v0平方加2s 那在計算過程中你看到 v final它是10的13次方 那v initial是10的8次方 那這個x的快10的5次方 所以實際上這個不要算 它太小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0.04倍的a等於2.5乘以10的13次方 然後算出這個 這個它的大小約為 6.25乘以10的14次方 所以這邊是教你怎麼樣去利用它這個數量 數量級差很多 差了100倍1000倍 那你可以 簡化計算的過程 那再來就是要計算時間 跟剛剛一樣 vf等於v0加at 那已經算出加速度之後 6.25乘以14次方 這麼大加速度之後 然後再來也是一樣 這個5乘以10的6次方 跟3乘以14次方 還是差很多 所以你大概可以講 可以把這個忽略不計 你可以算出這個時間 約為8乘以10的-9次方秒 就是大概是5乘以10的6次方 除以6.25乘以10的14次方 算出來就是這個值 OK 好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 它是要說 假設 你要看一下這是警察在追超速車 他說假設有一輛車 Traveling at a constant speed of 45 m per second 就是以45公尺每秒的等速度 然後passes a trooper 就是有一個警察 騎著摩托車的警察 on a motorcycle 然後這摩托車警察 hidden behind the billboard 就在一個看板後面 然後再來這個摩托車警察 他看到他之後 他沒有反應那麼快 他等了1秒 1 second after the speeding car passes the billboard 經過了看板1秒之後 那當然他就走了45公尺 然後這個警察呢 the trooper set out set out 就是起航 Found the billboard 從這個看板這邊出發 to catch the car 然後他用什麼 用加速度運動 at a constant rate 所以等加速度運動 用3.0公尺每秒每秒 他問你說他需要花多久時間呢 才能夠追上這個超速的車 好 所以呢 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從什麼 從這個看板這邊開始計算距離 所以你看這個超速車 他已經先走1秒 所以他走了45公尺 再來他繼續以什麼 以等速度運動 所以走t秒之後他就45t 那警察呢 警察就從看板這邊出發 就走t秒 然後用加速度運動 2分之1倍的 A0它是3.00 這加速度 乘上時間是t的平方 然後把它整理一下 把它乘上2倍位以下 下邊3t平方-90t-90 那就是 這個1元2次的等式 然後就是解這個等式 所以t就 它會有兩個解 一個是 秒數是負的 那我們是管什麼 管t大於0的部分 因為 這個警察開始追 追這個超速車 所以是在 t等於15加 更號255的時候 它會追上這個超速車 好 section7是有關自由落體 那自由落體大概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從靜止狀態下往下掉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它的位置 大概是跟時間的平方有關 所以是 如果1秒是1啦 2秒的話是4倍 然後再來3秒是9倍的一個位置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它往下掉它的什麼 它的加速度都是固定 然後我們假設往上是正的 所以往下是負的 所以往下有個負的加速度 就都是負的9.8 負的9.8 大小的負的9.8 但是它的速度呢 在第0秒的時候 當然是靜止的 所以是0 然後第一秒的時候 它就負9.8 然後速度是怎樣 是乘上秒數 所以第二秒就是2倍 第三秒是3倍 第四秒是4倍 但是加速度就不一樣 不是 但是位置就不一樣 位置是往下沒有錯 它一開始是在0的位置 那第一秒的時候 它是1 2分之1 就是9.8 所以是4.9 然後再乘上t的平方 所以是往下走了4.9 然後第二秒的時候 就是2的平方 所以是往下走了4.9 乘上4 負的這個4.9乘以4 然後再來是負的4.9 乘上9倍 然後再來是16倍 然後最後它就掉在地上 你看它就掉在這個 負100公尺的位置上 另外一種自由落體的行為是怎樣 是你往上丟 再往下掉 那這邊它的重點在於說 它是一個對稱的運動行為 當你往上丟的過程中 我們這邊橘色畫的是什麼 畫的是速度 所以這個是代表一個速度 在V0 然後這個是在V1 然後這個剛好停下來 然後最高點就停下來 V2 然後再來就是V3 然後V4 那怎麼樣對稱呢 它的V1跟V3是大小一樣 方向相反 然後另外它的這個位置也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把這個圖形拿出來看 它的加速度 它的表格 它的加速度是負的9.8 負的9.8 然後它一開始是往上19.6 這我們設計好了 讓它19.6 這樣我比較能夠1秒2秒3秒 如果不是19.6 它就是可能2.1秒或者2.5秒那種 不是整數的數字 所以一開始速度是19.6 然後接下來減少9.8變9.8 接下來變0 然後要負9.8 負19.8 但是它都是對稱的 在最高點 往 往這個 前 就時間往前或時間往後 它是對稱的 所以最高點它就是 在 我們假設是0 0的位置 然後一開始在0秒的時候 它是負19.6 所以它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4秒 這相對於 對稱於這個 2秒的這個位置 最高點位置 它對稱 剛好就差2秒 另外在1秒這邊負4.9 這邊也負4.9 所以你最重要的 要知道說它這個行為是一個對稱 在最高點對稱 然後它 速度是怎樣 速度是大小一樣 方向相反 那位置的話是一樣的位置 在一邊 敗國 我們看 DAM 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去做 這些地方 封居 我們要看一下